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在年轻人当中 在青年当中二十来岁的人 很容易在种隔这里突然长了一个肿瘤 那么这个肿瘤呢 经过化验 活解 证实是生殖系统来源 那么为什么会不在膨腔里面 我们知道男性女性 他的生殖系统主要在膨腔部位 比如说卵巢 子宫 男性的这些生殖器官都在下半身 但是为什么胸部也会出生殖来源的肿瘤 就是我们人体的胚胎发育过程中 有一些残余的这些生殖细胞在胸腔里面 所以这些肿瘤生长非常迅速 像这样的 今天的这个案例就是一位二十多姓的男青年 突然就出现了胸闷气端 甚至了短期内就出现了颜面部的肿胀 就是他的种隔里面长了一个生殖来源的肿瘤 长了这个肿瘤压迫了上腔静脉 压迫了气管 所以他呼吸困难 血液回流不到心脏 就头肿 脸肿 那么这个时候明确诊断以后 要赶快进行化疗 放疗等等 因为这个肿瘤 生殖来源的肿瘤 对化疗 放疗敏感 很多经过化疗 放疗以后 肿瘤明显缩小 甚至消失 但是也有一些经过化疗 肿瘤并不能完全缩小 像今天这个案例 这位男青年做了六次的化疗 肿瘤虽然明显缩小 但是还有一个五成六公分大小的瘤 残留在这个胸腔里面 残留在重隔里面 所以我们给他用需要做手术切除 要把这个瘤拿出来 这样经过化疗 放疗 手术 多学科的干预 这种肿瘤的治疗效果非常好 愈后非常好 非常多的这类型的病人经过治疗以后 他可以完全治愈 甚至我有很多病人还会结婚 生孩子 都一直很多年 十年 二十年都没事 所以碰到这样的肿瘤 首先明确诊断 然后再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治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